今天出来给大家拍一个凉马网岸边打远 和一个就是岸边捡网的视频 很多朋友说在岸边捡网是什么 杂草啊野草啊岸边捡网捡不了 网打不开 咱们拍一个视频看看 到底怎么样能把这网打开 野外撒网 地上呢 到处都是什么杂草啊 或者不干净 很脏啊 不好理网 这网拿了以后哈 不要着急你 刮短一点 刮个50厘米左右 把这网拿回这边 拔起两个兜 然后把这每个兜 每个兜往右边那边提 这样子啊 坠子呢 接近六月搭在一起 无所谓 坠子接近六月搭在一起 无所谓 这样子把这网从左往右 整个里面 整个里面 把里面有杂草给它拿掉 把每个兜离开嘛 离开以后呢 下面就开始剪网了 这种复杂地形杀网 你说我们要不要剪鞋片呢 这样的地形剪鞋片不好剪了 一般来说呢 尽量剪平头网哈 鞋片不好剪了 如果说干净一点呢 鞋片还能剪 这种地方的话 就尽量剪平头网 所以说 为什么新手到河边撒网 这网老撒不开呢 是吧 这没有办法呀 地形不好 结网不好剪 这蟋子啊 坠子有叠在一起 这结网的时候 这蟋子一定要用手 把它剥开哈 蟋子把它剥开 你不要把它一坨一坨 抓在手里边 一坨一坨抓在手里 这坠子就叠在一起 这样子可以拿 很难撒开的啊 还是踢一脚啊 来 拿起来三四个灯 一会儿我把这底缸 放在后口里边去 去起来以后 网摇一摇 还行哈 有些面 这脚底很滑 我得小心一点 这网呢 没啥打地 把人给摔进去 好 太滑 不敢太用力 但是呢 当我要荡起来幅度 越是脚底滑 你不当网 越不好撒啊 把网倒起来了 往前一推 往左一摆 这个撒网就 说实话讲 这种地方撒网 你把这网撒出去 七八米就不错了 不要想着什么 打多少米 把这网撒出去 就是成功啊 这地形太难了 雨下的多啊 地特别滑 这个地方地上平等一点 宽敞一点 这种地方呢 你拼命打稳呢 也就能打了啊 毕竟脚底站的稳 才有实力说话 对不对 如果你脚都站不稳 还说什么呢 把网里干净看 里面水草 盖带的摘掉 这还是我在直播间 撒在那网 两指四米来高 二号二号二点五号线 全网九斤六两 现在不止九斤六两了 现在重了 把网拿好 抓在手里面 大概五十厘米高左右 这边拉过来两个兜 都把它理过去 好嘞 好 理好了 地方也就这么近一点 我们也不需要转圈圈 也不需要怎么样对吧 章筋很小 而且呢 边上的杂草 我们也不动它 你不管它哈 来 开个洞门 接网 接网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线拨开哈 不要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的话呢 一大坨再起的话呢 它就会导致坠子在一起 散不开哈 尽可能拨开 来 最后上这个兜 这么一拿 右手都往不离地哈 把这网拿起来 拿上摇一摇 好嘞 换 看见吧 地上面这些杂草很多 但是我们接网丝毫不影响了 这样子来打远 打远的时候啊 打远的时候想着凉铁铁中间啊 凉铁中间有条线啊 来 把这网往前一推 左后一反 往中间到中间 这就是打远的技巧 我们在直播间也说的非常多 凉铁中间想着一条线 把这网扳起来 右手都拉到中间 一下子爆发闪出去 这样子打远哈 这网呢 多多少绕有点别不管它 河边撒网 不需要特别的鱁 打胎打胎就行啊 只要你再往打胎 有鱼的话就能抓到鱼啊 水草太多了 看有没有鱼吧啊 除了水草啥也没有啊 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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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